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会大家见面了 今天可以看到啊 这个叫做DJXYK 这样的一位大神呢 带来一个松鼠单转一代 双人的塔斯速通秀啊 9分25秒73 来自于这个塔斯微丢至上啊 的一个招指 可以看到呢 这里呢 虽然双人速通秀 但是呢 这个一个号子举着另外一位 一个松鼠举着另外一个松鼠啊 直接呢 是跟单身速通 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好 这里呢 上去啊 来一个这个梯子啊 这不是梯子 这个灯枪 这个叫塔斯的一个跳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故意牺牲了一个伙伴 但是没感觉没达到这个 提速的效果啊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啊 这里死肯定是有说的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说的我没看出来 OK 这个位置呢 继续 两个人呢 各跑各的啊 就不在互举了 好 他又把它拿起来了 然后冷上去啊 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有效果啊 因为呢 你把其中一个冷上去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后打那啥 这个人呢 可以优先跑到洞 他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人进门就可以走啊 不是像那种两个人进门才能走的 好 第一关Boss登场 之后呢 两个人呢 是互相利用大人踢啊 不 互相利用打水踢 把这个接球的点啊 给他这个提高 这样的话呢 让Boss呢 更快的挨打啊 因为这个游戏呢 你单打呢 这个球接的点 肯定不如这双人接的点高 另外呢 就是这个游戏的Boss 他不会像别的游戏那样是吧 挨打一下 中间有一个挨打之后的无敌 他这里没有 你就某某的咳他就行了 OK 这样呢 说话聊个期间 进入了游戏的第二关啊 这游戏九分头总是通关 是真变态啊 哎 那不对啊 他游戏九分二十五秒通关 我这视频一共加起来 都没有九分二十五秒啊 哎 这里就巧了 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一思路啊 利用这个双人飘气球啊 先后的一个死亡 这是这个两人通关的一个好处 双打的好处 一个人死了 另一个人在场上存活 你就可以飘气球了啊 这样呢 就形成了咱们一个效果 那个水阀 就不用去踩了 这样省出很多的时间啊 非常的创意 这小思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好 这准备TBoss 二Boss的话呢 也跟个傻子一样 踢的 来了 小飞机 直接呢 是一个蹦 预读蹦 再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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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回合就拿下了吗 有点东西啊 太变态了 实在是太变态了 好 然后 因为这个地图呢 怎么都得等那个音乐结束啊 所以说呢 秀一秀 好 C关肯定是不打 能跳关就跳关 这对于苏同来讲呢 已经是平平上场的一个事了 之后呢 又是一个举着一个啊 老大举着老二 这里剩一滴血 我估计这一会儿又在哪儿卖一命了 好 咱们来看啊 跟哪儿卖一命 这里小火车 无所谓 这是一个 这在搞卷完地毯就跑 你看看着 很有趣啊 好 这是一个大墙 然后呢 这里了 直接给这个老大开一个门 然后呢 再把门关上 好 进门 之后这里出门 一个举一个卖血 啊 他这里一个举个主要是为了卖血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好处 就是卖血只卖一滴血 要不然两个人一起走 再卖两滴 这个位置呢 是利用这个老二把老大 勒上去 然后呢 让老大呢 快速上屏幕 这里可以看到呢 上屏幕的效率快了一点 啊 这个死命所达到的一个效果 他每一个命都不是白死的 好 来到了这款的boss 这款的boss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的话呢 跟打打效果一样 只不过呢 两个人的效果跟花式 你看是吧 就是我可以扔你 然后你在空中扔球 我扔你 你扔球 一点毛病都没有 OK 又到了这个找命环节了 啊 这个命呢 加给需要卖命的人 基本都是老二 好 新一关 F关登场 你看这球都不停啊 就是通 然后老二这里果然卖命了 啊 老二这里的卖命 变成气球形态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bug 这个我没看懂啊 这个是挨打以后 出现的残留的bug吗 很明显是让两个人呢 获得了一个类似于传送带 加速的一个效果 这里呢 又开始卖老二了 可以看到是吧 老二一卖啊 老大呢 可以这个踩着老二的头啊 然后呢 直接上去 这里呢 把老大卖了 让老二的气球直接飘上去 快速进门 全是方案啊 只能说全是方案 好 又到了奖命环节了 给老二奖一命 可以 OK 来到这个 这一关 出发 两个人呢 是各走一路 老大负责清场 老二负责往前赶路 你就走 我就杀 你看就完事了 然后想起 盗工笔记里 最后那段了 是吧 啪那那段 你就走 谁敢动头 我就给你杀他了 好 这个位置呢 是二局一 老二局老大 然后呢 准备往前卖血 这也没卖血了 不卖血你举他干啥 咱们来看看 有什么说的 这波举 应该是最后扔吧 哎呦 这个 这个位置给你扔的真雕琓啊 利用这个位置呢 它是斜着把老 把老大 斜角扔到了 那个木箱子里边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超级玛丽那种 就是窜墙霸子 直接呢 就省着举一颗雷的 你看是吧 都是细活 这个位置是脱屏幕 是啥意思 没看懂 这脱屏幕是让这个 距离变小吗 这boss又是怎么死的 这个boss基本都来不及 来不及介绍 一个球反复扔 直接就拍死了 刚才那里给脱了个屏幕呢 应该是让 那个距离变小了吧 反正那个地方 平时得搭个墙 他就没搭墙就过去了 好 这里以为成功了 实际上并没有 还有一个新的关卡 火箭升空 然后再落地 这样呢 就出现了新的三观 可以看到这个 松手大作战是吧 跟咱们小时候玩的完全就不一样 这不得不说 踏死这个东西呢 真的是 激发绝对游戏又增加了观赏性 好 咱们进入这个喝关 这有一个大闸蟹 这个大闸蟹长得有点像小汉熊 那个 小时候吃的那个香拉蟹口味 方便面里呢 大概是那个蟹一样一样的 这里呢 老大卖了 老二这里呢 快速飞奔 然后老大飘气球 你看这吧 这样的老大就利用飘气球赶到了 这个场景的前边了 就会快速进门了 就相当于呢 省了一个老二下 下梯子的一个环节 这大概就是这样 之后呢 这里继续 老大给轻落 老二往前冲 因为老二呢 天生出来的位置就好 他就适合往前赶路 老大呢 就在后边呢 就适合这个 活力支援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这样呢 这一关拿下了 这关是个无boss关卡 这个奖命 怎么还飘到老二嘴里了呢 有点造势 之后这个命 该给老大了吧 哎呀 这俩松手 再俩耗子 这命没要 给我整笑了 听到是吧 他这个不光是在四通啊 在四通的同时呢 观赏性也是 拉满了啊 之后呢 这里老二 故意卖血 两个一起飘气球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风扇 会让你这个人物呢 急速的后推 所以说呢 这个飘气球 是不受电风扇的影响的 这样呢 成功躲过了三个电风扇 并且躲过了 四个上小家 好 这个傻狗又过来了 这一关可以说 这两个气球飘的是 真好啊 真的是 开阔了眼界 这游戏玩的硬 OK 之后呢 老大吃了个无敌 往前赶落 老二还得这个 照常跑 吃了个奖命 上来 又是boss 这个毛毛虫 直接是猛扣他 这毛毛虫呢 等他冲阻 然后再扣他 就横着扣 你给那个 你给那老二的 拒绝毛毛虫脸上去了 好 再过一关 看最后一关了 游戏的最后一关 这个奖命 应该会吃一下吧 谁也不要 假装的 OK 拿到这钩关 最后一关 这出门 他俩是怎么就重叠了 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效果 你看到一出门 就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效果 是吧 之后呢 这里呢 继续 老二呢 举着老大卖血 就冲就完了 又把血补回来了 然后这里给老大愣出来 让老大快点走 好 往前走 这一关我 玩的时候经常死 这关对于我来讲 是个长死命的关 之后呢 这里呢 两个用刷孙脸的效果往前冲 这肯定是不能等啊 这就是卖 有多少血卖多少血 血没了就卖死 这完事了 哎呀 这老二的清兵 给劲 然后老二变气 前往前飘 你看这吧 躲过了一系列 这个需要打开的路障 啊 好 获得了一个加速效果 实际往前冲 这小传送带给你利用的 走 太精彩了 好 进门 来了 最后一关BOSS 3 2 1 再见 这里呢 提前感谢大神的精彩表演 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个免费的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